接着还有个outlook的技巧呢 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就是在工具当中呢 有个叫做组合管理的 你可以把组合管理这边给点开 从上面这个视窗 就可以看到组合管理的视窗 那我们可以利用色彩呢 再来做个你的邮件管理 好 使用色彩 那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把它建立的是 当邮件的寄件者 他是这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希望他帮我判断成为红色 好 这个时候呢 当我去用套用色彩的话 那同学就可以看到 只要是从我Gmail寄来的信件呢 通通变成红色 其他的话呢 这几封他都是PC Home里面的 所以他就没有去变色 好 所以这个呢 他也算是一个非常好 容易就是进行一些邮件的判断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通过色彩 就可以知道说 哦 这是哪个人他所寄来的邮件 好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是帮助大家 在做一些邮件管理的动作 好 基本上都是一些很好用的技巧 好 所以再来再跟同学介绍一下 签名档的部分 签名档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当新增一封信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 他在信件本身呢 就自动帮我们建立一些签名 比如说我的姓名啊 或是我的地址电话 Email之类的讯息 甚至可以放上一张自己的 类似一个大头罩之类的 这样子让收到信的人 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呢 就拥有一些你的资讯 好 所以签名档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是从工具这边来 工具这边有一个叫做选项 好 然后当中呢 有个叫做邮件格式的 从这里去做一个建立签名的动作 好 点选出这个视窗之后呢 因为在这边现在目前 都还完全没有任何签名 所以我们要先新增一组 好 新增的时候 就直接先给他一个名称就可以了 好 我让他叫做Savi 然后按一下确定 好 确定之后呢 这边就有一组签名出现 可是内容都还是空的 所以可以在这里面呢 打上你的签名的内容 比如说我要把我的名字给打进去 好 然后后面呢 打上我的英文名字 好 那底下呢 同学你们就可以自己发挥 比如说打上一些地址啊 或是电话之类的都可以 5678 OK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当你在下面 给他一个很详细的讯息之后呢 你如果想要去 就是放上一张图片上去的话 也可以 好 那图片本身啊 这边要提醒同学的是 在建立签名的这个格子当中呢 你的图片叫进来之后 Outlook 2007呢 它本身没有办法 针对你从这里叫进来的图片 去做大小的编辑 所以会建议同学你最好在外面 先把图片大小 先把它 就是做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大小 而不要进来是 是一张很大的图片 那如果是很大的图片的话 在这里面是没有办法让它变小 好 所以呢 这边 我在外面呢 已经有了一个很适合的大小的图档 所以我可以直接从这边 好 去做插入图片的动作 好 图片我还是一样放到桌面上 我自己的图档 所以同学你要是有你自己的图档的话 你会知道你的图档是放在哪里的 所以 哎 好 头像 这个当然不是我 好 所以呢 这边我就把它直接点选两下进来 哎 你会发现这个大小差不多 好 那如果 当我想要把它给缩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怎么样缩都缩不进去 虽然它有这个箭头 可是它是缩不进去的 好 所以同学 要建议同学这里呢 最好是先把你的图片档 先把它就是缩 缩到一个比较适当的大小 我可以试一个比较大的图档给大家看 你看 譬如说 我从插入图档 假设我把刚才这只皮卡丘再点进来 点两下点进来 结果发现 哇 皮卡丘好大 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不去缩图档的话 它太大 要缩的话它又不能缩 所以 好 我先把它delete了掉 好 所以才会建议同学呢 记得一定要在外面先把图档给缩放好 好 然后当这个时候 你就直接按一下储存 储存起来之后 之后我的Savi这一组签名呢 它的内容就是这个 那建立好签名档之后 还要注意右边这边哦 在右边这边它显示的事情是 当如果今天的寄件者是 Gmail这一组的时候 好 当由Gmail它所发起的新邮件的话 我们现在的设定是 有使用新邮件 就是新邮件的话 它是有使用这一组email 这一组签名 好 但是回复跟转寄的话 目前是无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状 就是这个状态下给同学试试看 好 这边我按确定 确定之后再按一次 好 刚才是新增的邮件有 但是呢 回复跟转寄的时候都没有 好 所以我从新增一封邮件给大家看 新增邮件的时候 它的确是有的 好 这边我先关掉哦 所以呢 当这个时候 我再打开 就是我开启test的这一封信好了 所以呢 再给同学看一下 回复的时候呢 好 目前的这一封信 它是经由Gmail 所以呢 当我回复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签名 那同样也是在全部回复的话也会有 那转寄的时候呢 它当然也会有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针对看你要是哪一组的寄件者 来做测试 好 那可是如果现在我是打开新签这一组呢 新签这一组的话 因为你看 这一组的收件者是PC用 所以呢 当我去回复转寄的话 它的寄件者的话 它会变成是 就是PC用这一组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按回复呢 它就会没有签名 好 所以这个地方同学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从工具这边 选项这边 好 然后邮件格式建立签名 好 是从这个地方来作为依据 就是说看你是要哪一组账户 它的新邮件或是回复转寄的时候 到底需不需要签名 那同学再看一下 如果我把PC用这一组呢 好像它都是5嘛 所以呢 我的新邮件 好 我让它有 回复跟转寄的话也是有 再按一下确定 再按确定 好 所以同样刚才信签这一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去回复跟转寄的时候 它的签名它就会出现了 那以上呢 就是针对签名档的部分 同学可以怎么样来做运用 好 所以在签名档的部分的话 也是我们一般使用Outlook 常常会使用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同学也是尽量把它做熟一些些咯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